在场地的右边是韩国的浩俊 在小组循环打完排位赛当中 他是排在二号中子 双方运动员对对方的打法都比较的熟悉 在互相试探 抢功得分 这两名运动员不像前面一场打得那么激烈 是 而且主动发动进攻的很少 目前得分的大部分都是后退的防反 防止还击不孝 进攻转腰 这个左侧的运动员是韩国的 这两名运动员在世界排名都不是排位很高 其实差不多一个排名四十一个排名五十六 对前面是赢了日本的运动员 两名韩国运动员都是赢了日本的运动员进的半决赛 今天我们已经是进行了第三天的比赛了 在昨天第二天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女子花剑 个人这个陈情元是获得了冠军 男子重剑 娱乐凡是获得了个人的第二名 宋岳也拿到了个人第三 对 金银同各入账一块 我们要看看今天这个中国运动员会有什么优秀的表现 暂时莫子维获得了一个决赛名额 然后身后的女子配件比赛 前四名中有来自我们江苏的杨恒宇 将对阵韩国选手用 他这个第一防守抢攻得分这个已经好几件了 是 双方还真的都是很熟 对对方的剑路非常的熟悉 进攻反攻 左方运动员有分 漂亮这件进攻速度出来了 打回去一个同样的剑 双方运动员的剑今天还是很准 对 抬盘器时间修改以后曾一度甩键不亮灯 然后现在在国际赛场上又慢慢开始显现出来发现甩键可以亮灯的运动员 但是还是刺的会多一些 对刺的会相对多一些 进攻无效 左方的运动员出手还是比较果断一点的 虽然他在紧钢线还是很积极主动的去打进攻 下手那一下很准 现在比分是3比5 防守环戏没有 进攻延续得分 进攻无效 左手运动员跟右手运动员打次腰也是很多 现在左方运动员 左方运动员 火胜